作词 制作曲 杨兰 制作人 唇兰 作曲 杨兰 我不用自主的有一点点小快乐 我不用自主的有一点点小忐忑 地球因为你穿着 地球没你就停了 你是彩虹填满黑白的颜色 四叶草的传说 曾为了它着墨 幻想着白马车 你就成了王子 哦 街道 你眼神太迷惑 阿玛快救救我 正在变成飞蛾在扑火 你的笑容正在跳舞 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 我的笑容正在迷路 拿着你的手幸福倒数 我不用自主的有一点点小脆弱 我不用自主的有一点点小难过 天空因为你瞭着 天空没你就灰了 你是天使带走所有的寂寞 你帮我把这个锅放到微波炉上面 其他的交给我吧 谢谢老板 好吧 我来 江晓宁啊 刚刚吃饭的时候 我听姑姑说 你们家十年前遭遇了一场车祸 是十年前的今天吗 对 在什么地方 去地质公园那条路上 那天是我生日 好不容易等到我爸有时间 带我去奶奶家 可没想到路上 把他都追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有一个很想念的大哥哥 其实 那天就是那个哥哥 跟我们一起被撞到山下 那天晚上很冷 他就一直拉着我的手 鼓励我活下去 还给我唱生日歌 还给我唱生日歌 虽然那声音很小 但是我都听到了 谁说了 许个愿吧 上夜的时候 许个愿望 都会成真的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天天快乐 其实 你今天唱的生日歌 有点特别 老板 你怎么了 没事 是 碗都洗完了吧 洗完了 我们就去客厅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回去注意安全 开心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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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就先走了 你先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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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吧 等你上车了我再回去 那等我上了车之后 你就回去 等一下 先别转身 先别转身 哪儿 能不能让我抱一会儿 今天是我最难过的一天 但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以往每年的今天 我都会自己待着 但今天 我过了十年来第一个生涯 谢谢你陪在我身边 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 谢谢你 让我感受到你家的温暖 你知道吗 不已经有十年 十年没有感受过我这样的气氛 感觉很温辛苦 不怀念 你真的对同学不敏感吗 嗯 就是十年前那场车祸 留下的后遗症 老板 嗯 我会努力天天快乐的 我 说 我就是想谢谢你今天陪我去医院 其实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 我爸是许国晓 其实你说不说事实都摆在那儿 放心吧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哦 我是这个意思 总之 谢谢你今天安慰我 不用谢我 不用谢我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更讨厌我吧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之前是你不给我机会 你不想去了解我 其实我挺冤的呀 但是我现在了解你了呀 迅路集团许公子呢 是 是 我确实是 可是我求求你 爷爷你听好了 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让我向你证明我是真心的 好不好啊 好 这有什么好求的 好 我说 好 你 你说好 你 你答应我了是吧 爷爷 你答应我了 爷爷 好吧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我告诉你啊 我警告你 我是给许诚冉几回 可不是什么许公司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许诚冉 许诚冉就是我 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别走了 好啊 好啊 我就路上慢点开了 好啊 记得想我 爷爷 我爱你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喝咖啡吗 我怕你晚上睡不着 如果不是为了顾川 这个不要命的家伙 我也用不着这么拼命 如果不尽早地完善他的心脏 我怕这个世界 会很快失去一个顶级的设计师啊 可是 你已经很久都没有突破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 也许十年原地踏步 也许突然飞跃十年 取得突破 该休息的时候也要休息 老已结合嘛 行 今天就到这儿了 突破 这就是突破 说曹操曹操就到 充电已完成 充电已完成 好 喂 喂 顾川啊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一会儿激动地把自己家的房子给毁了 你说吧 我现在在充电房里很安全 上次你的心脏过度放电之后 我一直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演算 来解决那一长串的故障啊 可是呢 始终没有突破 但是 刚刚 就在刚刚我关掉电脑的那一刻 这一切都改变了 你的意思是 你的机械心脏所有的副作用 工作噪音 放电 等等等等 我已经基本解决了 只剩下最后几个问题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就可以彻底解决 从此以后 你就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不是 真的假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以我的职业生涯 以我的所有财产 和我的论文发誓 是 绝对是真的 那 要需要多长的时间 三个月 最多三个月 到了 到了啊 刚到家就被你叫过来啊 什么事啊 进来了啊 不会这么巧吧 你别搞错了 闹出个乌龙来 今天啊 是江晓宁的生日 十年前的今天 我们共同经历了那场车祸 你能确定是同一场车祸吗 确定 就是说 十年前你救下来那个小女孩 就是江晓宁 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是啊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们还就这么 莫名其妙地重逢了 不单单是重逢 好 那还有什么呀 别走啊 还有什么 说呀 我不想再逃避了 我 你喜欢她 我就知道 怎么没告诉她呀 你说谁能接受着一个 带着机械心脏 还随时漏电的男朋友啊 那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啊 三个月以后吧 博士说了 三个月内啊 她会解决掉机械心脏所有的问题 到时候 我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真的吗 你是说 三个月之后 我就不用再给你开车 替你挡酒 也不用再整天盯着手机 担心你的心跳指数了 对 也不用再担心你会电量不足 突然晕倒 更不用担心 哪一天会看到你的遗书 遗体捐动书 甚至你会突然消失 没错 太好了 太突然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庆祝了 这样吧 我们现在就去找肖晓宁表白 怎么能现在去表白呢 再等等 三个月 你可真能扯得住气啊 这要是我肯定现在就冲过去了 上天都安排你们两个 在茫茫人海之中重逢了 这说明 她就是你的真命天女 说实话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很不一样 如果说十年前的今天 是让我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的话 那么当机械心脏 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可以完美运行的那天开始 就是我在一次重生的时候 我真的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 那么期待过那一天的到来 你们俩的缘分可真是够奇妙的 对了 你刚说到车祸我突然想起来 那这么说江晓宁的父亲就是 当年东江贪污案那个江广达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爸也是东江出来的呀 当年贪污案之后 整个东江建筑闹得沸沸扬扬 我爸就辞职了出来创业 还收养了一个同事的儿子 那个唐旭 唐旭和江晓宁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爸爸又领养了唐旭 那这么说来 他们三位家长应该认识了 应该是吧 反正这世界真的太小了 回头找机会来问问我爸 行 回头你问问你爸 现在咱们要不要去喝点 现在 还是等彻底好了再去吧 我现在特别想喝点 你要是不去看着我的话 说不定我喝多了又会像上次的 好 那喝多少得听我的 听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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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斗地主呢 我觉得就让你想多了 你不觉得今天老板很特别很意外吗 那也没有 自以为整天被富二代追自己更意外 秦宏 秦宏 之前面试过的人资料还留着吗 这个 在这儿呢 好 秦宏 秦宏 进去 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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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广达 江广达 谁啊 江广达你不知道吗 十年前东江建筑的设计师 就是那个汤了 是 晓妮是吗 汤了好几千万那个是吗 他是江晓妮的爸爸 这件事情在我们建筑行业 影响极其恶劣 你怎么都没有做背景调查 就让江晓妮进了公司 况且 他现在还是顾总的助理 如果传出去让同行知道 我们招这样有背景的人进来 让他们怎么看我们 如果再传到网上去呢 这种舆论你想过吗 对不起啊 苏总 我工作是有问题 但是江晓妮她 还不是因为您 我怎么 您推荐了我 正因为江晓妮是您带来的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啊 所以就没有差 好了 再想办吧 我的妈呀 小狗 我的天哪 什么 你说江晓妮是贪污饭的女儿 小声一点 害死我了 怎么之前没查出来呀 我是人事 我又不是间谍 我 但是这件事情在建筑行业里面 影响多大呀 你也是 是 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过呢 不过江晓妮也隐藏得够深的 难怪她都不跟咱们提起她的家里人 还有她上班的第一天 就从一辆好车上下来的 那个男的现在都在接送她 肯定是得用手段才行 也是啊 你说这样的家庭 小孩早受不了深场的好 就是 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 像亲哥哥一样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小妮别误会啊 我们也是刚听说 就在这儿八卦一下 我爸不是罪犯 请你们道歉 小妮 我们在背后说你 是我们的不是 但是你爸爸的案子已经定案了 不算是我们胡说八道吧 更何况 要不是因为你爸贪污 那东江集团也不能闹成那个样子 这公司都搞倒闭了 你要知道你爸贪污的那些钱 大部分都是养老金 还有那些离职员工的 买断的钱 你知道多少人跟着遭殃吗 好多人都吃不上饭了 我可没有冤枉她 我再说一遍 我爸不是罪犯 小妮啊 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 那网上随便一查就能查得出来 我可没有乱说 算了算了 咱们别在公司里说这种事情了 大家都是同事 别想和你 我说都是事实啊 那不是事实 我爸不是罪犯 你必须道歉 我真的懒得跟你说 道歉 小妮 你干吗 道歉 放手 道歉 我得放手你 道歉 放手 小妮计 都小妮计 小妮计 干吗呢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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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红 咱们一起共事了这么多年 你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要私自泄露员工的资料 如果我知道我公司的人事主管 是这样的人 那我是不是真的应该重新地 好好地考虑一下 有没有更加合适的人选了 顾总 我错了 这是最后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了 顾总 对不起 顾总 对不起 顾总 对不起 不应该跟我道歉 跟姜小妮道歉 跟姜小妮道歉 小妮 对不起 今天是姐姐做得不好 抱歉 好了 别生姐姐的气了啊 小妮 我就是随便八卦起去 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别往心里去啊 你怎么还得选错了 那这儿很贵 我怎么还得选着呢 我怎么会咬这儿 你也扉动比较大 他很慢 我妙子 你和她姐姐做得很高 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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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这段时间怎么突然换风格了 我说衣服 有吗 准确地说应该是 换回的以前的风格吧 以前 该不会是建筑设计也要换风格了吧 这个说不准 你真的变化好大 之前在会议室里大发雷霆 现在又会这么轻松地笑 感觉完全像变了个人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了 没了的话 那我就先忙了 来吧 老板 要不要我来谈啊 放心吧 我没事的 保证安全驾驶 上车吧 早安 明天周末我带你去个地方 十点我去接你 好的老板 明天约会 行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正面周末 行 我行 明天 我 一 行 加油 加油 老板 你最近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这个气质啊 并且还帅 最近格外耀眼 你吃咋饭了吗 没有啊 我就知道 幸好我给你准备了 来 我也知道 你一定会给我准备的 你要不要吃一点再走 一会儿再吃 走 今天还是我开车 行 我们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去哪儿美女 送你一段啊 你迟到了 没有啊 都到好久了 我在楼上一直看着你呢 你下次再迟到我就不用来了 刚才路上有点堵车啊 别生气啊 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啊 你约我 然后你问我想去哪儿 你靠不靠谱啊 我就是想知道你又没有什么 比较想去的地方啊 有啊 回家 走 上车 我带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这还差了 你喜欢强势的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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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故意整我的吧 我这特殊体制 你竟然带我来抓娃娃 你不是说你抓娃娃很失败吗 今天就让你抓娃娃抓到手软 我说的话你都记得 你想多了 你话那么多谁能都记得呗 放弃吧 老板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展月底就结束了 还好今天来了 我知道 我一直特别想来 我也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你微博跟朋友圈都发挥啊 哦 做功课了 那是 你是为了取悦我才带我来的吗 不全是吧 好歹我也是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 来这里积累一下情操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我是你男朋友 让自己女朋友高兴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不是你女朋友 怎么又来了你 你那天不是说好吗 那天是说我给你机会 让你证明你自己 但我没说你说有男朋友啊 怎样 非常好 我也觉得 要不要试试那个 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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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是 你別试试给我 那天都是 一言 响 没试试 我没试试 这就得不试试 今天我们的视频 都怪你 让我不能专心 怪我 没有 我怎么敢怪老板呢 说话 是你不让我说话的 好 早把你给委屈的 那我就是委屈嘛 不许卖毛 那我能说话吗 可以 昨天你已经答应我了 哎呀 除了那个说什么都行 那我还是不说话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听话呀 以前是要故意气你 凭什么 我喜欢你你又不理我 我就想你心里可以注意 注意嘛 帮我拍张 站过来 我来帮你刷吧 好 我来帮你刷吧 好 走 好 来 来 没事老板 没事啊 要不要试试旁边那个 那个更容易一些 老板 你要不这个就顺了吧 试一试 来 再试试 一张照片而已 那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了吗 不 那我是什么 选拔对象 那怎么样才能通过选拔 看你表现 怎么表现才能通过 我也不知道 总得有个标准吧 标准就是 没什么标准啊 跟着感觉走看心情呗 什么意思 关于就算了 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宝贝说什么就试什么 别叫我宝贝 亲爱的说什么就试什么 亲爱的也不行 女王大人说什么就试什么 好 现在送我回家 得嘞 我说 你 叫你啊 晨晨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说 我是跟你心有灵犀 一点通 感觉到你的信息来了 你信不信啊 我不信 你朋友 这儿晨晨 你们见过的 在便利店 我们大学一个信 想起来了 来 这样一样 谈到呀 不是 这是我老板 顾总 老板 他老板 你好 再试试吧 对了 晓妮 你现在还在学设计吗 一直在自学 我报了衣服补习班 晚上上课 要不要做个伴 再说吧 我考虑考虑 我考虑考虑 再往右一点 都怪你 你这跟我说话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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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都着急 看好了啊 听什么话 哎 这怎么回事啊 好像停电了 我马上就加上来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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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